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明镜快点 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头条 川普会见金正恩 成为了首位踏入朝鲜领土的再任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朝鲜半岛的 非军事区的板门店边境村 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并且跨越了南北韩的边境线 成为了首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再任总统 也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的新业 这一次的会面可以说是在G20期间 川普临时起义而定 原本预计要访问韩国与文在寅会晤的川普 在推特上突然的表示会造访两韩边界 如果能在那里与金正恩会面 便会互相喊声 而这一个临时的邀约在今天正式的实现了 根据CNN的报道 川普和金正恩在板门店握手后 两个人走过了南北韩边境 进入了朝鲜领土 然后再转身返回了韩国这一侧 川普说到踏过这一条线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他和金正恩有着伟大的友谊 金正恩则表示 再次见到你真好 我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你 金正恩还说到 他看到川普在推特上邀约自己在板门店见面 当时真的非常惊讶 这一个地方象征两韩不幸的历史 所以在这里与川普碰面是非常重要的 而川普也在两人握手前透露了 现在会邀请金正恩到白宫来 下一则新闻 中美贸易战随着G20川席会后 可以说是进入了休战期 中美双方愿意互相的让步 并且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与美国关系不断恶化的伊朗 突然的在29号宣布了 伊朗内阁已经批准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证入境的政策 根据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的报道 这一次伊朗政府宣布的是单方面的免签政策 也就是说 虽然中国人到访伊朗不需要再进行签证 但是访问中国的伊朗游客仍然需要取得签证 其实在此之前 伊朗的内阁发言人阿里拉比就在6月23号表示 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 不会在对于到访伊朗的外国人护照上 盖上前证章或做任何的标记 以此来帮助游客避免受到美国的限制 也希望这些相对应的措施 能够增加在美国制裁之下的旅游收入 下一则新闻 南海主权的争议不停歇 近日各国纷纷的在南海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以及军演 相继在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海举行了军事演习之后 中国海事局也在29号宣布了要在6月29到7月3号期间 在南海附近的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而外界也普遍地认为 中国解放军这一次的行动 就是为了反击并且牵制美国和日本先前在南海巡航的行动 下一则新闻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中国官方声称非洲猪瘟的疫情已经获得了控制 但是有外媒报道引述了相关从业人员指出 官方所宣称的死猪数量 其实只有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 加上有许多地方的疫情并没有被官方统计进去 因此表面上的数据通常没有办法反映出实际的情况 根据路透的报道 中国日前虽然声称了非洲猪瘟的疫情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控制 但是路透对了四名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了采访 发现比起官方公布的数据 实际上死于非洲猪瘟或者被扑杀的猪只数字 还要多出了一倍之多 相对于中国农业部门公布 比起去年5月同期减少了23.9%的猪只 在中国经营饲料、疫苗的三名企业高层估计 实际上减少的数量应该是介于40%到50%之间 在中国当了14年兽医的强僧也指出 有50%的母猪都死了 路透也访问到四位农民以及一名官员指出 中国发布截至目前有137处的农场爆发了猪瘟疫情 但是这样的数据其实并不完整 包含了广东、广西以及湖南等地的疫情 都没有被中国官方寄入 甚至有农民指控 由于这样的问题十分敏感 他们不仅不可以向官方通报猪只的死亡 还有的人因为通报而遭到官方指控 散布谣言 最终被抓入了监狱 下一则新闻 根据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寒冬杂志的报道 中国持续的迫害宗教自由 不仅仅在中国各地的宗教场所进行强制拆除 还有许多的佛寺道观被改造成了中共党的宣传场所 强迫进行中国化 就连刻在石碑上的佛教真言 也被改成了我们是追猛人 北京当局以乌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 等等各种理由 对佛道场进行了严厉的整治 根据寒冬杂志的报道 山东平渡市的陆神庙 在5月被以非法占地为由进行整改 还被政府要求 寺庙内要换成党的政策标语 石碑上所刻的佛教六字真言 也被改成了我们是追猛人 以响应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 在庙宇牌匾上的佛国圣地 也被改成了爱国圣地 山西省硕州市屈指可属的大型庙宇之一 善元寺 在2013年经政府同意后建成 但是在今年5月初 又以吴正为理由进行查封 而且宗教局官员全程的监督拆除过程 并且驱逐了4月内的僧人 有其中一名僧人无奈地表示 最初建庙是经过政府同意的 而现在政府又要进行拆除 其他像是位于河南省郭殿镇的庙厢寺 在4月11日也被当地政府查封 当天有大约20个政府人员闯入 并且将庙厢寺的三个字和屋里的佛像 都用红布进行遮盖 有当地的信徒表示 不让封死 政府就会抓人 中央有权力 但我们没有 我们也挡不住啊 中国当局近日无视了国际的谴责声浪 对于境内的各式宗教 采取了强硬排除的态度 下一则新闻 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 攻读朝鲜文学硕士的澳洲留学生 阿雷克·西格利 从本月25号开始就与家人失联 至今都没有传出新的消息 今天这一名留学生的脸书页面 突然地恢复了使用 但又再度地关闭 目前还不清楚 究竟是谁恢复了账号 也不知道为何会恢复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澳洲当局目前仍然在调查 他失联一事 并且期望他能够平安地返国 下一则新闻 近日来热浪袭击了全欧洲 无端地创下高温记录 并且因为高温干燥 引发了多起的大火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以及部分的中欧国家 纷纷地创下了历来最高温的记录 各国官员也呼吁了当地的民众 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还有许多的学校发布了高温假 西班牙境内因为本次的热浪 引发了两次野火 法国境内也传出了40起的火灾 目前这一波高温热浪 已经造成了欧洲至少8人丧命 其中包括了法国4人 意大利2人 以及西班牙2人 下一则新闻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菲律宾南部苏路省一座军营 在6月28号遭到了攻击 这一起攻击造成了8人死亡 而西明达纳俄岛军区 也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 马尼拉都会区的警方 也宣布进入最高等级的 全面警戒状态 菲律宾军方指出 遭到攻击的是第一战斗旅总部 本次攻击造成了8人死亡 还造成了12名士兵 以及10名平民受伤 菲律宾首都区警长爱里萨说道 虽然在马尼拉都会区 并没有侦测到威胁 但是为了积极地应对 这一次的恐怖攻击 已经将首都区的全区 纳入了全面警戒状态 ISIS已经宣布 这一次的攻击 就是由他们辖下的组织所发动 菲律宾军方将领稍早也说到 阿布莎伊夫可能就是幕后主持者 有专家警告 ISIS在菲律宾支持度有升高的迹象 菲律宾和平暴力 即恐怖主义研究所主席 班勒伊告诉了ABSCBN新闻网 ISIS在中东 尤其是叙利亚 伊拉克的力量 确实已经被削弱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逐渐消失 菲律宾已经成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替代基地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